你好 陈红云大姐 红娘美丽 陈红云 今年65岁 婚姻状况丧偶 目前做保姆工作 月收入2000元 和雇主同住 居住于吉林省长春市 陈大姐从农村出来打工已经10年了 在刘树家做了一年的保姆工作 陈大姐工作那是特别认真 每天老人吃点啥 陈大姐都是很用心 从手擀面到包子馅饼 只要是老人吃得开心 陈大姐从来都不怕费事 那我对吃上我不想费事 只要都乐吃高兴就行 陈大姐的工作做得是一直特别像样 刘树说陈大姐这工作做得不光是自己满意 就连自己的女儿都觉得大姐工作做得好 因为陈大姐为了更好的工作 连她业余时间爱好的牛羊哥都不咋去了 刘树说陈大姐性格开朗跟自己相处的也不错 所以这些年就把陈大姐当作自己半个女儿看待了 看她自己一个人生活 也希望她能找到一个家 10年前陈大姐的老爸去世以后 大姐一个人在农村生活太孤单 就出来打工挣钱 但是60多岁的年纪 以后的生活不是只有工作 大姐更想找一个能细心疼爱自己的老伴 红娘打算让王大哥和陈大姐见个面 看看俩人相处咋样 于是王大哥坐车来到了长春 红娘看大哥手里还拿了个笛子 这要他欣赏 有的人不欣赏 他要喜欢这个东西 有这个细胞 艺术细胞 音乐细胞 他就欣赏 他就欣赏这个东西 你看个能不能遇见那个欣赏你这个 那我就遇了那个就能成功了 我欣赏他 他欣赏我 王大哥说呀 上回相亲没成功 所以这回呢 大哥就戴上了笛子 也展示一下他的艺术特长 看看能不能遇到那个懂自己的人 我姓王 大哥介绍自己 我姓陈 叫啥你啊 我叫王云 王子加点那欲 我叫陈洪云 这是啥呀呢 竹笛 竹笛子 笛子啊 我爱我这玩意 我上哪出门 多大岁了大哥 白活65 哎呀那我 我那是已知到地了 我瞅着他腿路面一边的挺收短音的还挺 你听大哥比你小一岁 对对 最好这样比我小最好了 为啥呢 我就喜欢年轻一点点的 不是说一见就一见钟情那样的呗 我这我就 我一下就知道我喜欢啥 我不喜欢啥 他是你家面上这个绒毛上不和 就是一般 大姐你大姐在这个啊的话 身为保姆做工作呢 我想咱们在对面觉得我在家里不好找的 不好意思找的外人 所以在外边还是找个饭店的 说说话了了嘴啊 对找个地方坐下来说什么 那个买单的是不用你买肉 哦那不是买不单 我那个爱心 有那个有那爱心 有那性格也有 温柔才能干了那个 像那个脾气不好的干啥呢 还没那耐心去做呢 王大哥对陈大姐的第一印象比较一般 但是大哥又觉得 大姐做的是保姆工作 那一定是一个细心温柔的人才能做的工作 对大姐的好感度就提升了很多 你怎么会做的 售票 我闭上我 我闭上了 感谢观看